大家好,这节课我来给大家讲解 React中如何拆分UI组件和容器组件 那么实际上在业界之中呢 我们一般也把UI组件叫做傻瓜组件 把容器组件呢叫做聪明组件 那么我们看一下UI组件和容器组件分别指的是什么 打开之前我们写的To-Do List 我呢打开这个Index 然后大家来看 Index呢实际上就是渲染一个To-Do List这样的一个组件 所以呢我们打开To-Do List 在这里呢大家来看啊 这个组件里面它包含了很多的内容 首先呢这个组件如何渲染 由Render函数来决定的 同时这个组件的所有的逻辑 也都写在这一个文件之中 有的时候呢当我们把一个组件的逻辑 和它的渲染都放在一个组件里去管理的时候 这个组件维护起来呢会显得比较困难 或者说呢它的内容会比较的多 于是我们就需要对这个组件进行一个拆分 我们让UI组件来专门做它的渲染 而容器组件来去处理它的逻辑 所以讲到这儿大家要记住 UI组件负负责页面的渲染 容器组件来负责你页面的逻辑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在SRC目录下创建一个UI组件 我们这么去写 to-to-do-list-ui.js 好了 然后呢我们定一个react的组件 Input-i.js inport-react-component-from-react-class-to-do-list-ui.js extends component 在这里我们写一个render函数 我这儿呢把tab锁成两个空格 render函数 return一个内容 我们返回一个div 好 这个时候呢我们创建了一个 todolist的UI组件 那么我们说UI组件应该负责 页面的渲染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把todolist这个组件里 关于页面渲染的东西 全部的剪切出来 放到哪里去呢 放到我们的这个UI组件里面来 大家看 我把div干掉 中间呢替换成我之前的渲染的内容 OK保存一下 这个时候呢 todolist的UI这个组件里 只有一个render函数 它负责去渲染 好了 当然呢这段代码肯定不能用 因为呢这里的一些变量都不存在 我们一点点来改 render函数拿出来之后呢 那么在todolist这里 这个render函数就很精简了 我们怎么写就可以了呢 我们这样去写 import todolist UI from 当前目录下的 todolist UI 好了 我们引入这个UI组件 然后呢 render函数 只要你返回这个UI组件 就没有任何的问题了 OK 于是 大家看啊 我把这个再精简一点 代码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你可以看到todolist里面呢 render函数里面 只是简单的渲染一个todolistUI组件 那这个组件到底怎么去显示呢 完全是由这个UI组件所决定的 可是代码如果你写成这样 咱们到网页上来看 它会报错说 你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对啊 那我们一点点来改 好 首先来看 todolistUI里面 第一行代码 它要用到一个DIV标签 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可以用 再看 第二行代码 你用DIV也可以 第三行代码的时候 你要用一个input组件 那input组件是从 ontdesign里面引入的 所以呢 我们需要到这里 把ontdesign 关于页面渲染的内容呢 都剪贴出来 放到哪里呢 放到todolistUI里面 因为页面的渲染 完全是由这个UI组件 所决定的 保存 好 那么input这个组件呢 就不会报错了 我们再往下看 它的value等于 this.state.input.value 好 很显然呢 我这个组件里面 并没有state 没有这个状态 所以也就不会有 对应的input.value值了 可是 谁有这个input.value呢 副组件里面 大家来看 这里面 你的state 是从store里取得的数据 store里面呢 有input.value 所以state里面 就有input.value 那么就好办了 todolist这个组件 你有input.value 我可以把你的input.value 通过属性的形式 传给自组件 怎么传呢 我们传一个input.value 等于什么 等于this.state.input.value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还是要 换行来写它 看起来会更清楚一点 OK 那么 你的这个容器组件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to-do list 他们把自己的input.value 传给了你的这个UI组件 那么UI组件里面 接收怎么接收呢 大家还记得吗 非常的简单 这个时候 你就不要再使用 this.state.input.value了 你直接写成this.state.probs.input.value 就可以 好 接着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 placeholder呢 不会报错 stil这块呢 也没有什么逻辑 也不会报错 unchange这块 它等于this.handle.input.change 那很显然 UI组件里 它没有任何的函数 所以这块肯定是会报错的 那也有办法 这个函数在哪里存在 在它的副组件 也就是在这个to-do list 这个组件里面存在 所以呢 我可以这么把 大家看这个方法的名字 叫做handle.input.change 我可以在to-do list里面 把handle.input.change 通过属性的形式 传递给自组件 OK 那么 我的这个to-do list的UI组件 就可以通过this.probs.handle.input.change 来调用这个方法了 这么写就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接着我们再来看 button 它呢 是一个on-design的组件 我们这里呢 也引入了 那继续往下 button有一个on-click事件 它呢执行this.handle.button.click 这个方法 很显然 UI组件也没有这个方法 需要容器组件给它传 怎么传 一样的传法 this.handle.button.click 好了 那么 在UI组件里 我们怎么写就可以了 this.props.handle.button.click 好 再往下看 list这个组件 这个组件呢 也是on-de的一个组件 所以呢 我们已经引入了 不会报错 那它的data source 等于this.state.list 很显然 我们依然 要这么去改 我们要把list 传给自组件 好 自组件呢 一样的 你要使用副组件 传递过来的这个list 要通过this.props来使用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data source 也写完了 再看最后的几行代码 RenderItem这个函数里面 它会用到list.item on-click的时候呢 它会调用list.handle.item.delete.bandlist 好 这个时候 我们怎么做 我们呢 需要让副组件 把这个handle.item.delete 传递进来 所以呢 大家来看啊 之前 我去 使用这个handle.item.delete 的时候 我是在这里 bun的this 然后传递的index进去 那现在呢 我们如果这样去写 其实代码就不正确了 我们应该怎么去写呢 首先打开副组件 我们去找一下 handle.item.delete 在这里 然后呢 我们要在这里 对它的this 做一个修改 OK 然后呢 把这个函数 传给子组件 这就跟之前我们讲的是一模一样的 保存 子组件呢 this.props.handle.item.delete 执行这个方法 然后呢 我们说 你可以这么去写吗 很显然是不行的 我们如果想用一个方法 在react的语法中 你要这么去写 你直接把这个方法写在这 但是呢 如果你直接这个方法写在这 你后面就不能传这个index了 如果 我想掉副组件的这个方法 同时呢 依然像以前一样 可以传index 我可以怎么写呢 我可以在这 先把这句话 简切一下 然后呢 我们这么去写 写一个箭头函数 这个箭头函数 每次执行的时候呢 都能获取到index的值 因为它是循环出来的 所以你这个index 是循环的下标 这里呢 onclick的时候 执行这个函数的时候 index就可以被获取到 然后呢 在这个函数体里面 我们去调用 副组件传递过来的 这个handle.item.delete方法 好 调用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这个index 传给副组件的这个方法 这么去传递 就实现了 之前 我们类似于在副组件里写 this.handle.item.delete.bendlist 然后这样的一个效果 大家呢 可以自己来琢磨一下 这块的代码的一个含义啊 因为它涉及到 this指向的一个问题 当我们把代码 改成这个样子之后呢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回到 我们的网页上刷新 我们来解决错误 它说 export default 找不到 哪里写错了呢 很简单的 这是我们常见的一个错误 我们定义了 to-do list UI这个组件 然后呢 to-do list去使用了这个组件 你去引入了这个 to-do list UI 好了 那么你去引它 实际上 to-do list UI 需要把自己去暴露出去 怎么暴露呢 要用export default 然后呢 把自己的这个组件 暴露出去 这样的话 我们再保存 刷新 好 我们尝试一下这些功能啊 一 二 三 没问题 删除一 删除二 删除三 没有任何的问题 于是 我们成功的把 to-do list的 页面渲染部分的代码 拆分到这样的一个文件之中 叫做 to-do list UI这个文件之中 它就叫做一个 UI组件 UI组件呢 我们也把它叫做 傻巴组件 为什么说它傻呢 是因为 它自己只负责页面的一些显示 它并没有任何的逻辑 所以呢 我们就认为它是 比较傻的一个组件 好 再来看 to-do list这个组件 这个时候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容器组件 或者叫做一个聪明组件 为什么 容器组件里面 它并不去管 你的UI到底长成什么样子 你的页面呢 长成什么样子 它关注的是 整个组件的业务逻辑 大家可以看啊 它这里呢 只是去用一下这个UI组件就行了 其他的代码 都是一些业务逻辑上的代码 所以呢 它是负责整个组件的功能实现的 所以这个组件呢 涉及到比较多的逻辑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一个聪明的组件 好 讲解到这里呢 大家就应该清楚 一个react组件 如何被拆分成一个UI组件和一个容器组件 那么同时呢 容器组件是一个聪明组件 而UI组件呢 是一个傻瓜组件 好 这节课就这么多 大家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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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